弟兄姐妹早晨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的歌词 这首诗歌是我女儿在祖日学学到的一首诗歌 就一直回到家播放来听 并且也朗朗上口的哼着这首歌 所以这首诗歌不断的在我脑中盘旋 并且也让我思考这诗歌里面的歌词 歌词是这样说到的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甘心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这让我看见 我们活在这世界的最终目的 其实就是要活出爱 若我们知道了许多的信息 但却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爱的话 我们就真的如圣经所说的 成为明的罗想的靶一样 一点生命力都没有 只是机械式的行出爱 哥林多浅书十三章一道三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翻言 并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的拔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辈的性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首先 我们若要活出爱 我们就必须知道 爱的源头究竟从好而来 一个人 若不知道爱的源头 是耶稣基督的话 他只以为 他能爱是从自己的伟大 自己的为人很善良而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 即使我们的为人 品性 有何等的温顺 善良 或爱人如己 这都不能解决 我们有原罪的问题 只有当我们认清 耶稣基督 能解决我们 原罪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能因着耶稣的爱 去正确的爱人 甚至去爱身边 不可能爱的人 耶稣的爱 是不求回报的 有许多宗教教导 需要人去爱以后 自己就会得到好报 或是积很多的善德 然后来世就会得到回报 但若我们真明白福音的话 我们爱身边的人 纯粹是因为我们要祝福他们 与他们分享这一份爱 唯一的回报 获取就是我们的喜乐 可以得着满足 正如今天经文说到 我若有先知抢盗之能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性 叫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这里再一次强调 爱的重要性 甚至一个喘道人 懂了很多神学知识 能一字不漏地将神的话 神的美意 与人分享的淋漓尽致 但他却不及一位平信徒 默默地牧养一个人 医治人 在人最无助的时候 与人一起祷告 就因为神的爱 感动他如此的错 一个人的灵魂 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懂的知识 信息 不能替代神的爱 没有爱的信息 讲出来不能感动人 只能使人感到压力 所以 我们必须 以上帝的爱 为我们信仰的出发点 活出这份爱 来点燃人的生命 最后 究竟何为活出神的爱呢 难道是将所有的 周济穷人 甚至舍己身为人焚烧 那就是活出爱的表现吗 神在我们的时候 他就赐给我们能力 能够尖他 蛇和蝎子 也就是赐给我们 祷告的权柄了 我们若是真心 要活出爱的话 就是为他人代祷 活出爱 不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有满腔的爱要散发出来 乃是默默地 醒出来 不让人知道 神的奖赏 会更大 神更加喜悦 这样的献祭 让我们今天起 不要只把爱 挂在嘴里 乃是实际的 活出爱 为他人代祷 成为人的祝福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